三圆桥位于北京主干道三环路上 高峰时一小时就有1.3万辆车等待通行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整座桥面临更换 但如果按正常方式封道维修两个月 将会带来巨大的麻烦 工程师们计划在极限时间内将旧桥梁完成更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周一上班的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旧桥 以换新年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地面上的道路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为土地的稀缺紧张 在中国三十一个城市选择把交通转入地下 但在一些城市因为水系的充沛 情况变得更加棘手 长江边一个五层楼高 重五百七十五吨的庞然大物 正蓄势待发 等待吊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条工铁两用过江隧道被列入到计划之中 整个隧道直径15.2米 上层是双向六车道 下层走地铁 使用顿购机绝境开挖 现在工人们正准备将顿购机的牙齿 圆形的刀盘 一次性吊装到44米深的工作井内 这是一个庞大 而又无比沉重的钢铁巨无霸 井下工人们的工作同样紧张 顿购机最精密最昂贵的核心部件 主驱动已经安装封好 他们要搭好支架 以便让刀盘和推动系统合拢 在经过四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 顿购机刀盘整体吊装正式开始 完成这个兼具任务的 是两台履带吊车 工人们需要用它们水平吊起刀盘 然后配合着让刀盘翻身直立 说起来很简单的动作 放在这个庞然大物上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动辄花费数小时 这台吊车起重量可以达到750吨 在它的协助下 庞大的刀盘缓缓被放入井中 晚上十点 如变形金刚般的刀盘 终于安稳落入井内 合拢成功 今天 顿购机已经被中国的工程师大量使用 但他们依旧有着更大的野心 此时 中国的东部 在这家城里仅仅只有五年的工厂里 工人们正在对两台满部优秀的老将进行清理 这两台主驱动 属于一对直径十五米 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超大型顿购机 为南京尾三路隧道而生产 顿购机是高端装备制造 涉及多门学科技术 部件繁多 极度复杂 在这个领域中国曾远远落后于世界 1958年在被称为修路禁区的西南山区 中国人开始修建从成都通往昆明的铁路 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使用机械化施工 比西方落后了近九十年 从那时起 中国人从零开始追赶自己高端装备的制造梦想 半个世纪后 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世界瞩目 但超大直径断购机却一直被世界上少数几家制造工厂垄断着 作为南京尾三路隧道的总工程师 张国阳对当时窘迫的情况记忆有形 当时这一谈的话外商要价在七个月左右 我们需要两台 当时谈的时候外商不降价 也不让步 我们感觉着太贵了 我没有想外国制造商能制造 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制造自己的盾购机吗 拉起团队成立一家全新的工厂 中国人开始研发制造自己的超大型盾购机 这个是当时我们做盾购机的一些设计图纸 整个尾三路的盾购机 我们设计图纸量打七千张 是我们四五十个设计者 日日夜夜从无到有 把它从纸上汇出来的 两年时间包括研发费用 天河一号的实际成本 控制在五亿人民币以内 2015年7月2日 在经过一千多个日夜的不间断绝境 长达一百三十名 重四千七百五十八吨的天河一号 从北三路隧道南线冲出洞口 所有的辛苦与努力都是值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